各位中立火車站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立人粉絲團的團長 我叫王浩宇 這次我要參選中立區的議員 那今天我覺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還蠻難過的新聞 就是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有一個南韓的官員 他嗆了我們台灣的記者說 你們台灣不要跟南韓比 你們台灣去跟菲律賓比 因為南韓已經看不起台灣了 這一集的天下雜誌 方面就是在探討 台灣會不會變成菲律賓 我相信當南韓官員這樣子罵台灣的時候 沒有一個中立人是開心的 沒有一個台灣人是爽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 去看台灣的經濟數字 去看台灣年輕人的薪資 我們真的 真的 真的 蘇南韓很多了 我曾經在美國待過六年 那時候 我每天都在關心台灣的事情 新聞說 台灣的大學生薪水只有22k的時候 我沒有很在乎 我非常不在乎 因為我覺得 那個只是暫時的 但是 現在已經2014年了 我身邊的年輕人 很多 薪水 還是只有兩萬多塊 我身邊的年輕人 很多 到澳洲去打工了 台灣有一些年輕人 已經去新加坡 當台傭了 我覺得 真正 可怕的 並不是貪污 腐敗的政客 真正的可怕 是我們台灣人 年輕人 對於自己 面臨危險的 莫不在乎 幾十年前的菲律賓 是亞洲最有錢的國家之一 台灣人那時候 單屬配飯 但是菲律賓人 已經有麥當勞 已經有牛排可以吃了 四十年後的台灣 現在 我們也面臨了 跟菲律賓一樣的事 菲律賓面臨的問題就是 很多政客在討論 人民 被政治莫不關心 隨便亂投票 人民相信政治民心 正過於他們去判斷政見 他們投了一些特權權貴的議員 進去國會 然後這些議員 讓有錢人 越來越有錢 這些議員 讓中產階級 越來越窮 最後 大部分的菲律賓人 變成窮人 只有少部分的菲律賓人 是有錢人 我國中的時候 曾經連續兩年 跟教會去菲律賓 很多小孩 是在拾荒為生的 他們在收水桶裡面 找人家吃過的炸雞 果腹 我真的很不想要看到 台灣變成菲律賓 但是 我真的覺得很危險 我們 正在朝那個方向走 最主要的原因 並不是我們政府無能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太少台灣人 對我們周遭的事物 關心 太少台灣人 願意 一起去監督政府 告訴他們 我們 我們該做得更好 台灣人 台灣的年輕人 比較關心的是 手機放 我買的手機是哪一台 比較關心的是 要看哪一部電影 台灣年輕人 關心的是 我要看哪一個偶像劇 台灣年輕人 不關心自己的未來 我們不關心 政治是多麼的黑暗 我們不關心 有多少黑金的立委 議員 現在正在把我們的未來環弄掉 這六年來我都住在美國 我可以繼續留在美國 我可以不用站在這裡 這麼高的地方 這麼多人 講這些話 但是我選擇回來 講這些話 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真的很愛台灣 我不希望台灣 有一天 變成非綠兵 我不希望台灣有一天 變成一個 讓年輕人 沒有夢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站在這裡跟大家講清楚 告訴大家我們要來關心政治 不只是關心政治 也要關心我們生活周遭的事情 我們生活周遭的事情是什麼 比如說中壢有一個坑洞 如果沒有我是中壢人的關心 有多少人會去關心那個坑洞 比如說中壢工業區 我們每天晚上住在附近的人 打開窗戶的時候 都很臭 有多少年輕人 那個中壢人 我們又會去反映一個環保局 我們在乎的 因為我們自己過得好不好 沒有什麼年輕人在乎國家 很多人笑我 這邊可能很多年輕人在笑我 很笨 很瘋 為什麼要站在這裡講這些話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各位對政治的關心 對社會的關心 決定著我們台灣 會變成菲律賓 還是會越來越好 各位對這些事務的關心 決定著年輕人 我們的小孩 未來要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過去這十幾年 我們相信國民黨 也相信民進黨 我們看顏色頭髮 一下頭藍 一下頭綠 但是這兩個黨 都是支持財團的政黨 支持財團的政黨 他們在政策上天產財團 他們照顧大老闆 欺負勞工 所以我們勞工的薪資越來越低 GDP 每一年都在成長 但大家的薪水十幾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站出來 要請大家一起關心 因為我一個人 選上議員與否 能夠影響的真的太小了 桃園縣議會六時期 就算一個團長選上 也沒有很大的意義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 透過這次選舉 的街頭演講 換起年輕人 對公眾事務的關心 那台灣自然會進步 台灣 要變成菲律賓 還是要更好的 時間點 抉擇點已經快到了 我們可以繼續冷漠 繼續默默關心 繼續讓骯髒的政客 把持政治 然後讓台灣面的菲律賓 我們也可以選擇 從現在開始改變 這次我們一起來 唾棄掛乾板的政治人物 我們一起來唾棄 用很多宣傳車的政治人物 我們一起來唾棄 沒有理念的政治人物 我們一起來唾棄 骯髒的政治 從桃園開始 從中立開始 把台灣變得越來越好 這才是我這次參選 絕對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 用一個人的力量 或者一個我是中立的審視團 的力量來改變 但是如果很多人 今天幾乎這邊有一兩百個人 大家都團結起來 一個地方就會發展 就會進步 我們這一刻 就會把錢 花在對的事情 而不是作秀上面 最後 我想拜託大家 不是拜託大家投我一票 而是拜託大家記得 中立的主人 不是團長 不是市長 不是縣長 中立的主人 是住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你們每一個人的關心 都可以促成城市的進步 而你們每一個人的冷漠 就是讓台灣 把西律平的上向沉淪 所以我拜託大家 幫幫我 幫幫台灣 我們一起來關心我們的 生活周遭的事物 公眾事物 我們來關心弱勢 關心勞工 關心自己的未來 我們一起來改變 我們一起來告訴國民黨 民進黨 你們做的不夠好 有一天我們要唾棄你們 最後 我再拜託大家一次 我們都要來關心 這些社會上所有的議題 因為 一個團長選上議員 一個我是中立人 團 粉絲團 力量很小 民眾的團結力量才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